今天是2024年的1月1日 早上早上 新年快樂 今天將會是我人生第一次參加戚冊 我很緊張 但很睏 我們準備好了 Let's go Hello 今年是我出了歌 第八年第一次有機會可以去戚冊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如果你要以歌手的身份出席戚冊盤 是要有歌上榜 才可以參加戚冊 在19年的時候 就有一首歌叫大網上 是我人生第一首歌上了戚冊的榜 情不安慮妄想 但因為那時COVID 翻進來是沒有舉行 最好記得那一年他們的題目是 學惡惡 因為他是好像12月才宣布戚冊系會 搞一個網上版 就沒有一個實體翻進來 當時是晨早已經準備了一套衣服 Tom Brown的西裝長褲 將一個Jansport的背包加了一塊布 然後就好像很grand 學生的感覺 雖然衣服就準備了 但因為COVID關係 最後都是沒有機會出席戚冊的 今天會穿什麼呢 遲些時候會給大家聽 為什麼現在這麼早就準備好了 首先因為肚子衣服很漂亮 想拍一輯照片 很漂亮的照片 我都很肯定 我是不會有這個上台的機會 雖然我今年很幸福地有三首 上網的歌 手指指 Let Go 未發生的聖誕舞會 我為了今天的班族 其實準備那套衣服 準備了很久 今年全年 弄穿最長的一套衣服 我的聖誕是會噴一種新的香水 即是布斯爺的皮 我不會讀 Betever Extra 今天第一天用很久之前購買的 是不是和我平時噴的香水很不同 對 平時 很貴 甜蜜又不漏的味道 但這個味道是很清潔 低調 但是很香 今天要用我之前拍片說 我會review的那些新化妝品 那些化妝品其實我已經密密地用了 差不多幾個月 但我都還沒拍片給大家 而且我最近很喜歡用的Skin Care Nomel 台灣的品牌 香港可以賣的 創辦香港人來的 楊佑玲的老婆 Melinda Wang 認識了很多年級的朋友 我現在是100%傳數 晨早溜溜 昨晚有倒數完 好夜睡 但是皮膚狀態也算不錯 是不是 我有幾個它的產品都用的 Base Oil我覺得很好 然後我用它的cleanser 還有它的cream 一眼的cream 好 首先第一個我想說 House Labs的這個粉底 超級好用 它的texture 沒有一種很厚的粉感 遮瑕度不是特別高 而且它會令到我皮膚的光澤感 香港是應該還沒有House Labs 如果你們想香港入這個牌子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他們是會看我的留言 Very Good 擁有一個強勁的底妝 比一切都重要 Foundation的選擇 Very Important 然後我上次也有提及到 Atelier 這個brand是不是叫 Atelier的粉底 超貴 但是不適合今天 因為它很高的遮瑕 它會令到皮膚的質感會厚 但是是漂亮的 如果你是去幫助 晚上隆重的場合 我覺得是OK的 但因為我今天想走 Efforless的路線 所以我先去 House Lab這個粉底 這個是 Natural Glowing Good Skin Foundation Glamorous Rich Creamy Foundation 然後也是House Lab的這個粉底妝 我覺得這個挺好的 是它的頭很肥的 鼻子嘟嘟 它的掃的闊度 令到我上面的份量很容易控制 有一件事要提醒的 就是乾得都很快 你要快一點去blend開它 不然它就會結了 就會很難blend 動作要化 現在就是塗一下眼底 OK一個小技巧 通常我選眼的concealer 比起我用那個foundation 淺色一度的 顏色上就會好像我現在的效果 眼底這些位置 brightened了 又不能撐太遠 不要誇張去兩度 因為兩度畫意上 很不自然的 接著就是講我超愛的 Rare Beauty 眉筆 眼影 眼線筆 在這三樣東西裡面 我100%推薦大家 就是它這支眼線筆 超棒 超長耳朵 超耳朵 超高分 這個世界我沒找到一支超熱到它的眼線筆 還有它是creamy妝 當時買了一支啡色一支黑色 Fresh Me的時候就掉了那支黑色 好香 一直都沒買 紋身真的很好用 在這三個product 裡面 摸上手最高級的就是這支 很敘手 luxury感覺的一支筆 這支是warm brown 但我覺得warm brown的顏色 不是很適合我本身的眉色 大家都看到我本身是比較深色 所以其實可能灰灰的會適合我 除了包裝漂亮之外 還可以 又可以比它更好的 今天都是用回我這一支 Mood Stick 這支是之前買的 都是在Sephora買的 我超級喜歡 小鞭 男生很適合 因為它後面有一個眉Gel 一次過上紋就很方便 完 brow product 我買了這個patrick car的Gel 看起來好像沒有東西有東西的 它就是要溝水 用一個眉掃擦它的照片 但我整個都不是很有效果 我想是我用的方法錯 因為我上TikTok看 就是眉可以一注一注 很清晰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是不行 現在有觀眾懂得用 可以夠正我 所以 I'm sorry 我還有一支粉底想說 Glossier的這一支粉底 Glossier的產品 主要都是給我的皮膚 本身已經超好的 我真的超級年輕 十幾歲的人 只是想要少少妝夠 這樣路線的品牌 它的coverage 算是很share 但是我覺得挺漂亮 如果你在日常早上用的粉底來講 OK的 都合格的 可以試一下 燕脂方面有三個燕脂 Exhibit A NARS Litchy Soft Red Pamagraph Define Rose 三個都是很不一樣的路線 今天會是Go for Pamagraph 低調一點 這個雖然往來是Bright Orange 大家可能化妝 喜歡加一些顏色閃閃的東西 在同一個位置 我覺得這個橙色是非常漂亮 我自己很喜歡 還是說它今天不是很爆的路線 Litchy這個低調契華 這個顏色就在鏡頭 好像很不像一個blush 但它就是有那種 令皮膚的質感有所提升 不會是覺得塗了一個blush的感覺 所以這個也不錯 另外就是Pamagraph Pamagraph這個cream狀的關係 就會有一點吃了在皮膚很濕的那種感覺 Anyways 我今天的blush是很輕手的 我以為看不到 但其實我有塗的那種feel 愛米到 吃個愛米 我妝不化太多 你有什麼想要 少少靈 啊 這些位置少少 我沒有啊 沒有啊有去 我都猜你想要靈的 現在是貼雙眼皮環節 很想買一塊新的鏡 如果大家有介紹可以告訴我 我們今天的行程 首先在studio拍一些照 今晚這套衣服 出發去彩排 我們開始拍照了 有點尷尬 謝謝大家 我們現在就來到TikTok的後台 準備rehearsal 我猜就會有一個rehearsal 走出去 坐 坐 很緊張 這次演唱 其實還有一個樓 我們還有黃溫熹 把天有 力宗 劉溫 現在6點3了 放下牙籤 牙籤 我們的照片已經準備好了 漂亮 很棒 很帥 很棒 很棒 現在來到這個簡單而弄腫的環節 就是噴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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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製作品真的很好 好 好高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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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1月1日正式完結了 我想多謝我今天的這套衣服 千經萬苦 才可以找到回來來自Pomang 這是我很喜歡的牌子 我想說只是這幾套衣服都價值得上 真的很開心 他們可以給我掌握 非常之開心 大家記得LIKE這個影片 然後下面留下 comment和subscribe我們 拜拜 好 by bwd6